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绿豆频道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频道突然之间有几个生面的人 其实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绿豆频道会继续尝试为大家制作一些 很用心做一些节目给大家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普及科学的节目 节目名叫做《周日搞边科》 在正式讲我们节目内容之前 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我叫陈志宏 之前也有参与过在香港的其他普及科学的节目 我自己本身是动物理学的 或者几位拍档先介绍一下自己 不如Helen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Helen和马赫伦 毕业于中文大学的微生物学博士 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各大院校不同阶层做不同的波浦工作 如果大家真的够不幸运的话 应该会常常见到我 都真的常常见到你 是,文豪呢? 是,文豪呢? 我就是文豪 通常人们叫我文豪 我现在是香港教育大学 就担任副教授 我就少一些,可能在不同的平台少一些见到我 但是说你那些东西 我就多一些在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机会见到我 是的,其实我们几位都是老拍档 如果大家有看过以前香港电台的节目 我们都曾经和框一起去介绍一下 普及科学的专题 我又要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现在是新嘗試 我们希望如果大家真的支持 又肯给更多一些意见 我们就会尽量把它修正做好些 节目名再讲一次 叫做周日讲边科 科就是讲科学 边字就是绿豆 就是绿豆的边 然后我们今集我们会讲一些 关乎量子力学的主题 但是当然我们每次的节目 我们都希望去找不同的主题去跟大家讲 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不要做到好像太过离地 只是我们那几个好像在这儿教书 然后我们尽量希望能够 把那些好像很抽象的概念去和大家去拉近一些 看看能不能做到 其实还有一个想告诉大家 又是一个好消息 绿豆又有新上市就是开拓了Podcast平台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除了可以有得看 听也可以 那怎样可以听到呢 那大家可以去Spotify 和这个Apple Podcast那里 就订阅绿豆的频道 那就可以了 开启我们今天这个量子题目的时候 去条片先好吗 如果我们想象有这样子 因此危险 我们想象一个未来 或许多了 什麼戲來的?Helen 《澳本海脈》 關於《曼哈頓 Project》的幕後故事 原裝其實是澳本海脈的一本傳記的小說 我猜這部戲沒有上映之前 那些人是不認識到這個人的 但對於我們這些讀物理學的人來說 我很期待他一年前做宣傳的時候 我非常期待這個電影 其實你在社交媒體上充分表達給你的時代 文豪你自己學了那些物理科學量子力學那麼久 你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人物你是很期待的?除了主角之外 因為最初看之前我就沒有看過任何關於這部電影的介紹 我就沒有怎麼看的 所以最初看這部電影《澳本海脈》 我就知道說澳本海脈一定是吧 其實我就沒有期待裡面有什麼其他人 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不過你看那部電影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在當中其實他刻畫了很多幾個人 很多擺到他很高的地位 譬如當然大家一定不認識的就是愛因斯坦 就是底部一跌下來 你看他的頭你就知道他愛因斯坦 不用介紹都知道的 這個就是大家因為太熟悉了 但是有幾個人可能你沒有來意 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但是其實那幾個人在當時 或者是我們今天看回這個物理的歷史 或者科學史裡面 其實他是舉足輕重的 譬如這個《Heisenberg》 就是他在當中的《澳本海脈》 有特別講到他 有跟他握手 有跟他聊了幾句話 那本海脈在德國求學的時候 就有機會跟這個海參堡 Heisenberg 就叫做教護手 跟著他去聽一些課堂 又會聽尼爾斯坦 那些就是當時比較著名的 每個人都要擺下手上的工作 連老師都要不上課 立刻就要去聽尼爾斯坦的講座 沒錯 我想問是否就是那一場大家都出去了 跟著我本海脈 就希望拿個機會來在蘋果那裡 加毒藥那一部分 是啊 這些不要說太多事情 對不起 因為要讓大家知道是誰 為什麼這樣問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相信有不少觀眾 跟我一樣都有一些年蠻 未必認得誰是誰 所以就有些時候 可能你要給我們一些提示 就知道我們究竟那一位是哪一位 嗯 這個樣子你都認不到的 除了愛因斯坦 你一定知道他是愛因斯坦之外 其他的那些 基本上你看樣子 你就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要聽他 這個就是誰的名字 他有說出來的 那你要留意一下 這部電影也有介紹 就是說 不是說澳本海脈認識他們那幾個人 而是那幾個人都認識澳本海脈 你要留意 其實澳本海脈的名氣 不是相當中那麼低的 其實他當時的學術地位都是高的 他們有看澳本海脈的論文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那些地位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可能 就是在物理史上面 就是我們會比較多講 在量子力學 就是比較舉足輕重的人 譬如量子迷里茲夫 就是那些 Heisenberg 或者Niels Bohr那些 是比較奠基時代的人 那澳本海脈就相對來說 就沒有說特別 就是在這一方面 有很多很巨大的貢獻 令到大家都一定很熟悉他 那他最大的貢獻 很多人都覺得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原子彈 所以這裡有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都會是 比我們覺得澳本海脈 其實在量子物理上面 其實他都是有一定的參與和貢獻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只要澳本海脈 他曾經私從於某位大師之下 其他那些人基本上 都知道他是誰 更加何況澳本海脈 在當時曾經試過和海森堡交手 在去接觸愛因斯坦 和去尼爾波這些人物的時候 他已經曾經和Max Bond 就是他自己的老師 也是一位大師 已經是共同發表的那些論文 而那些論文本身也都在行內 是很有大家的認同、尊崇 我甚至乎會說 在電影裡沒有什麼怎麼說 但是其實澳本海脈他自己 就是其中一個很著意地 將這個量子力學這個學問 是放在化學層面那裡的 那我就覺得這裏 就令到他真是一個出名的一個原因 那講這堆東西其實都是純粹 就是希望去令大家知道 這部電影本身的人物交錯很多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樣 你問我如果我不是一個科學人 你用一個武俠小說的角度看他就對了 就是你好像看到澳本海脈是這個 本身這個骨骼精奇練武的好材料 於是就給他做一個好的project 去練一塊厲害的東西出來 那塊東西就是原子彈 然後先前也有國門派的祖師在那裡 你怎樣將這些這樣的絕世武功 融會貫通 整成一個原子彈呢 那你牽涉到至少兩大門派 一個就叫做量子力學門派 一個就是相對論門派 OK 愛因斯坦自然就是由 就是他是相對論神功的那個祖師 Neil Bohr呢 和那些海參寶呢 就屬於這個量子力學那邊 就是這套新武功的祖師 那原來就是一個這樣的武林傳承的故事 然後鬥快練成神功 那最後那一塊東西就是一個的原子彈 那我就會很喜歡用這個角度去看 那我就想問一下文豪你呢 你能否同意說 當時那個門派呢 就有糞爭的 就是你看我這說 量子力學門派 和相對論門派 其實是不是兩個之間 是有些東西大家稱為不妥的了 我這麼說 歷史上有沒有什麼不妥呢 其實各大 unravel起 很多科學家之間的事也很不妥的了 其實你這樣講的量子力學 門派其實都很多 比如剛才我們講的海森堡 海森堡 另外還有一個你可能比較經常聽的 就是Schrodinger 他是用波動的學說去解釋量子力學 就是新鮮貓的主人 沒錯 他主是一派來的 另外就是海森堡是另一派的 他是用舉陣力學來的 我覺得似什麼呢? 似少傲江湖華山派有分劍中氣中之爭 即是你是數學程式派和另外一個幫派 你可以這樣講 後來有人統一了 把兩樣可以合在一起 其實是對的 兩樣都是等價的 所以其實這些門派只是用他們的出發點不同 做的方法有些不同 但是最後他們是數度同歸 都是去到同一個結論的 所以當時這些已經有不同的門派 再加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當然他的相對論其實最初也有很多人懷疑他 但後來就有很多實驗證明了他都叫做是對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他那些是對的 但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好像有些東西不太一樣 後來都是有一些科學家真的去把兩樣東西再結合在一起 先再見到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Dirac 就是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就把兩些方程放在一起 結果後來就做了一些更加高層次的理論 就找到一些叫做反電子 反粒子這樣 所以其實你看到當時 大家都是很忠於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就是好的 其實就是一個自由市場 大家用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工具 都會可能得到一些看起來好像不同的答案 但是這些東西會慢慢疏離 最後又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所以這個我想就是整個十年 二十年的情況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對於我們這些一般市民來說 其實不是很清楚這兩個門派之間有什麼不同的 我講一件事 其中一件不同 不如文豪我們集中說這件事 尼爾波和愛因斯坦 他們撇開澳門海脈這個人 尼爾波和愛因斯坦 他們曾經過過過什麼招 你多說一下 這個人比較熟悉這個故事 是的 我其實想說一件事 就是他們對於究竟 能不能夠去將那個精確度 無限地提高那個紛爭 因為其實在量子世界裏面 有些很獨特 是大家不太接受的事情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將位置和速度兩樣東西的精確度 同時無限地掌握精準 但是呢 可能甚至Helen 文豪你也聽過 測不准原理 海森堡它就是有份去演繹出這個 測不准原理的了 而測不准這個特質呢 就是在這個量子力學裏面就是根深蒂固的 但是一直呢 其實愛因斯坦呢 它都不是很接受這件事 就是千方百計就認為不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它認為這個天下武林這個武學武功的本質 是不應該有一個叫測不准原理的東西的 所以它一直呢 就在那裡堅持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後來就是說呢 到大家已經是發覺 無論在實驗層面 或者在那個 就是負責去修煉量子力學神功這幫人的時候呢 那就累積了越來越多經驗 就慢慢呢 就才肯去接受這件事 那麼其實呢 這裡就再問一下大家 就是其實 要你們去接受這些這樣的新概念 和他們那些人去接受這些新概念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 其實是難的 我想我嘗試都代入當時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就知識層面闊了 就是你可以搜尋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在當時的背景 我想大家都是從自己經驗出發的 那麼就算當初大家去接受相對論 大家都是從自己經驗出發的 那些事情時間會長了 這些都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其實你看看阿恩斯坦本身已經是打破傳統的一個人 但是他再對新一點的東西 他自己也是接受不了 我想接受不了是純粹他不是說他對新事物接受不了 而是他在邏輯上面 他似乎搞不清楚一些概念的問題 因為當初對於什麼為止 例如粒子原子 那個時間 即是那個位置 或者是那些問題 其實大家以前想的不是很仔細的 所以很多事情就覺得 我定義了那個東西在那裡 那個位置 就在那裡 那麼他沒有想過其實在那裡 其實是可以有一些所謂的 fluctuation 那就是他在當時是沒有一些這樣的概念 所以變了我自己覺得其實在當時他們用了自己的經驗 去接受量子力是困難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一個經驗 與一個我想是理性小小之爭 就是說我們譬如從理性從數學的角度 我們看到的結果是這麼古怪的 那麼你接不接受的結果 還是說你覺得經驗上面似乎這個東西 好像在邏輯上面不吻合 以至你去嘗試推翻那些所謂的數學的結果 所以變成了這裡有一些這樣的選擇你要去做 我想在當時來說這個選擇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也有一些覺得奧因斯坦 雖然有些人覺得他對接受量子力學的那些東西 經常都覺得他很守舊一些 但是其實如果你代入他的角度來講 真是很難接受的可能真的是 其實真的有些東西是在這就在這 我覺得有這樣的 其實第一就是看看他師傅是誰 如果師傅本身是一些講一些東西 基本上是很革命性的 每次都與北京人勢不休 那些應該會習慣了 但是如果是我覺得都頗看那個時候那個技術的程度 譬如大家很多時候要觀察一樣東西 都很喜歡用眼去看的 我們現在去到最小的 你真是肉眼看到的 不是說電子顯微鏡那種 你真是肉眼看到的 我們用了幾百倍的光學顯微鏡都好 其實在講的可能最盡的是微米級數 你再下一點再小一點 其實是看不到的 去到那一部分的時候 如果對一般人來說 我們根本看不到那個部分的話 那你說它是什麼是什麼 到時就是要看一下 究竟你的背景是什麼 我盡不盡你 而不是那個科學那件事 然後我們又去另外一邊 就是最大的那個環境裡面 你叫我一講 就講到原來時空的東西 跟我生活的關係 原來又不那麼大的 我們最大的見到 我可能有天文望遠鏡 看到很多大的宇宙結構 去到這裡 你告訴我原來時空會有所改變 最大的那邊是這樣 小的那邊原來也是這樣不穩定的 其實我想很多人 反而不是說在那邊 是兩邊都會持懷疑態度 因為做不到 因為很難可以很實質地 有一樣東西呈現在你眼前 或者真的有一個技術 可以做到給你看 如果有的話又不同 譬如現在有強子類狀機 大家慢慢就開始接受 原來真的有一些很難拿到出來的 一些高能量基本粒子 那些人就會容易一些理解 那看看現在講到這裡 就看看我們提出了一堆這樣的事情 但我想就不如這樣 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我們真的由下一節 跟大家真的講一下 量子世界有些什麼 就是這麼難令人接受 然後才跟大家講回 就是我們後來怎麼搞清楚這件事 好嗎? 那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先 不要走開 以下是綠豆仔廣告時間 綠豆的製作 就是想讓各地的香港朋友 看見彼此 Binness Store 就以讓彼此看見做主題 由十幾位香港的漫畫家 傳媒人憑話寄意 製作成月曆 心意卡還有明信片 快點去這裡看看 月曆還是限量發售 想買就要快啦 好 回到第二節 綠豆節目 周日講哪科 我們的題目是 量子什麼話 那我們這一節 不如真是仔細些 去細數一下 在量子力學裡面 有什麼真的這麼難 令人去接受的一些的概念 甚至乎是 連愛因斯坦當時來說 都是覺得 一下子接受不了 很寧願去用一些舊友的認知 來去了解新的事物的呢 由文豪開始問先 又要考一下你 就是呢 量子力學裡面 如果要你選其中一件事 你覺得是大家會是 或者傳統的科學家很難接受的 你會選哪樣呢 我想就是用回 愛因斯坦 經常有個名言 以前那些人叫他 就是說 上帝不會摘色仔 是不是 其實就是說 一些東西 好像全部都是用隨機性的 就是說 比如在量子力學 你經常聽到 可能在一個空間裡面 它突然間有些粒子會生出來 突然間又會沒有了 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又或者你可能聽過 以前經常看很多教科書 那你就說 那些電子兜著 那些中間的質子 或者中指去旋轉 那這個其實就是 尼爾斯坡的照片 那但是 這個其實在量子力學 或者量子物理裡面 其實就不是一個很正確的說法 其實它就是說 電子在哪裡 有可能95%的機會 在那個範圍 又或者有幾多%在那裡出現 那變了就說 好像那些東西 你不能夠告訴我們 究竟它在哪裡 你最多只可以說 它某一個機會率 在一個範圍 你找到它有幾多機會率 你一直不測量它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它在哪裡 當你測量它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了 那變了就好像那些東西 都好像鬼魂那樣 就是很神神化化那樣 那我想就是那些人覺得 好像以前就覺得 物理就是有可預測性的 就是一個我們說叫Deterministic 就是你可以很清晰知道 3秒之後那個電子在哪裡 或者10秒之後 它那個系統發展成怎樣 但是量子物理或者量子力學 其實就好像在說一個 就是非預測性的情況 你最多只可以用一個機率的角度去出發 那個粒子在那個範圍有幾多%的機會 你找得到 但是你不能夠確定一定在那裡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隨機性的問題出現了 在物理裡面 這個令到大家很難接受 Helen 你能否接受到 如果我要問你一件事 不是 你問我一件事 譬如那件事在哪裡 我只是告訴你一個機率 你覺得這種答案討不討厭 找東西也沒關係 萬一有一天 譬如你的女性伴侶打電話問 陳之宏你在哪裡 我有70%在樓下賣報紙 我有10%又不知道過了對面買木合彩 那你真的在哪裡 就是人很多時候有很多事情 是確實地是知道而可以知道的 例如不知道大家如果遲到的話會怎樣 如果遲到你經常都會告訴別人 我轉個彎就到 轉個彎就到 那人聽到都猛 轉個彎是哪個彎呢 沙頭角那個彎嗎 就是經常都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日常生活裡面是很難接受的 就是譬如以前 就是我還在讀書的電話是沒有DSE的 我們是要考C-Level和A-Level的 很久以前了 那中四五的時候 這個普通的會考的時候 我們學的還是在學著 應該是波爾那一套的原子模型 裡面有帶正電的和負電的 帶正電的和不帶電的 質子和中指等等 外的有帶負電的電子圍著 其實多多少少 在那裡是畫得出來的 畫的 是一塊圓圈 現在有很多那些 核電的東西的裝置 那個畫 它全部都是一個個圈畫的 是的 但是當時大家的說法 就覺得好像一個太陽系這樣的結構 因為大家知道有這個結構 所以很容易接受 有個主要的東西在中間 外面那些小很多的 但是一樣會圍著 大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但是當去到A級中六七的時候 它就開始告訴你 已經是一種百分比 那當老師教的時候 我輕條淡醒地告訴你 原來不是這樣的 可能是一顆S orbital 是一顆電子雲 很舊東西裡面 那顆電子在這個雲裡面 不知道有多少百分比 在哪裡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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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大家想的 同一個問題就是 那就是在哪裡呢 或者我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怎樣回答呢 就是他考試去想的時候 會怎樣回答呢 我需要記住他每一個Orbit 能量再高一折一折 就可能有圓形 變成可能是幾個那些 你扭吹波波的那些型 有個奶嘴型 諸如此類 完全不知道是怎樣來的 或者這樣說 上課的時間 可能講不到給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就只是看到一些 東西非常複雜 是很漂亮 很Fancy 如果你真的玩那些 教學玩具的模特兒 會由整個太陽系 變成一些很漂亮 很Fancy 但是那個感覺就是 我們不一定要明白 就可以回答到香港的考試問題 但是其實你說 能不能接受到呢 只能說我們能接受到 在教科書上面有這件事情 但是實際上又怎樣呢 例如說 那些粒子 比如說剛才文豪說 那些粒子可能會出現 會消失這樣 曾經有一些很極端的人 會掛起 那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地球所有的存在的物質 都有機會一起消失的了 理論上來說 那些人覺得 即使那些粒子很小 小到避免都好 那你講到這個這麼具體的事 大家就接受不了 你說給我聽有幾個月水 又突然一起消失 或者突然一起出現 這些scales去到這麼大 大家其實是很難去理解 都是我剛才說的一句 因為你很難目測到 沒有一個很實際的結果 你要講了這麼久 我講了第一件事 就是對於那些位置 其實甚至乎還有速度的 我們是沒有一種可以很確實掌握的能力 而這件事是跟我們日常的感官 是非常之不同 我們平時就說了 你在這裏就是在這裏 你是在用這個速度走 用這個速度走 現在原來是當你去 縮到一個很微觀粒子世界的時候 原來就是我們平時在這個人 這麼大的尺度的世界來講 就不是走這套法則的了 當你去到這麼小的世界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是很朦朧 就是一塊雲這樣的了 其實我想問那個限制的範圍去到哪 去到哪一個位置 我們有確定在這裡 開始問好了 其實去到哪一個位置 其實這裡有得解的 你真的去到那些納米尺度 就真的會這樣的 就是說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說現在我們日常生活 有沒有一些科技要接觸到這些東西 那譬如你是電腦原件 那些晶片製作 去到以納米為單位 這麼大小的運算單元的時候 那個問題就來了 你做到很小很小 那個物理法則就會發覺 慢慢就多了一些量子力學的考慮在中間 那些東西會不小心漏出來 那些位置那些東西全部是不確定了 你本身在用舊的那條式 就有很多東西需要去修正 要改變要遷就了 那就是其實呢 其實我會這麼說的 一路我們不是真的能夠接觸 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接受這個事物 而這件事當初 是連你說去到愛因斯坦 他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 那這個是第一樣的 第二樣呢 也是很討厭的 不只是說這件事在哪裏 都沒有辦法確定 是連這件事本身是什麽 你都沒有得可以絕對去說定 那我們很喜歡去提的 什麽叫光 那甚至乎在電影那裏 也都有提的 就由澳門海默這個角色 走去問一個學生 What is light 光是什麽 那可能又要問回文豪 你有沒有這樣問這個學生問題 你又會怎樣 心裏面會用一個什麽方法去引導他們 就是你問這些問題 其實就當然也有一個遇切的答案 那因為其實問這些問題也是好的 讓他們也想一下 光是什麽呢 那我都會問學生 就是光你覺得是什麽呢 那當然他講不到什麽 所以你又要介紹一下他 譬如說你覺得光是粒子 還是波呢 那就是他們都可能沒有什麽 idea 那為什麽會這樣問呢 就是因為其實 愛因斯坦那段時間 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究竟光是什麽的性質 那早期很久很久以前 那些人覺得光是粒子來的 就是在牛頓那些時間 就是他們都覺得光是粒子 那但是後來就因爲 就是有些實驗 雙客逢實驗 就是有人就 就是很多科學家就發現 其實原來光是波來的 就是在波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些 好像水波那樣的 就是波 你有沒有做這些給學生看的 就是會做的 比如可能就是用一些雷射 可能就是射一些光 然後就經過一些 就是俠縫 那譬如我都可以試一下 是的 那譬如這個有一個 那你射一些光 你射一些光去這邊 那你就會看到有些 很多點 那這個就是一個波的現象 等一下 你先比較多一次 那你試一下不拿 你… 沒有那塊射縫就是一點 那就是一支光 那你… 然後呢 你加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上面有很多個洞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grating 就是有一個 很多條線在裡面 就是用一些很… 就是… 納米那樣的 就是它的科技 就是它也有這些… 是的 很窄 它一mm有三百條線 一mm有三百條線 就是三百個裂縫 每一mm 那所以每一個裂縫 是很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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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麼窄呢 那些光經過呢 它就會有一個… 就是… diffraction 然後再加上一些干涉 就是… interference 就會令到那些光 在某些位置 就聚在一起 就變了光點 那有些位置就沒有光點 那這個就是一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波的現象 我阻止大家在這裏教書先 因為呢 大家不妨一邊看一邊自己試 真的 我自己手上拿著 我教書用的 laser pointer OK 我… 我和我的同事試給學生看 我就連阿文豪 我剛才拿那塊什麼叫grading的東西 我都廢了 因為那塊東西你還會覺得 哇這些東西是科學儀器來的 我怎知道你上面做了什麼 念了什麼咒語在上面 你說什麼就什麼的 出什麼 你拿一條頭髮 去給這個激光照著 那你其實會想到結果是什麼呢 你有一個光照到一條頭髮上 就好像你站在一個大門口 有個太陽照過來 那你就有個影 就只有一個影 那接著你兩邊沒有影的地方就是光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如果我們單單 將光看成裡面 可能是一堆粒子射過來 一大堆粒子打過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想法 有些光的粒子打到我 穿不過我 那接著就是後面有個影 但是有些打不到我的地方 那我旁邊就照亮了周圍的地方 最簡單就是用光的粒子 這個圖像 我就會預計到一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大家真的仔細去試一下的時候 你真的把一個Laser pointer 它照到頭髮上 你可能在距離的遠近 但是你發覺在某一個距離 譬如遠一點點 就是你的頭髮 放在激光點前 就是那支激光槍前面 是一厘米 然後你將整組的東西 大約放在一張紙 或者一張牆的 隔十幾二十厘米左右 你會看到這些有趣的 就會看到像剛才文豪所說的 就是它不是說 就是我預計所說的 是一束光一個影這麼簡單 而是裡面有很多個影像 很多個一間間走出來 而這個東西 你如果用一般一個光 照到人出一個影的 這種粒子性的圖像 是不理解得到的 那就要用到這個波動的現象 那些在波動裡面專有的干涉現象 才能夠理解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譬如說發現 你只是問什麼叫做光 就是叫做光可以是波動 光可以是粒子 然後到底是哪一件事呢 這件事都爭論了幾十年 就是這件事 那最後我們要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想法 就是光好像被人切了很多粒 那會不會是一粒大粒的 然後變成很多小粒的呢 就是大家怎麼去決定 光的基本單位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跟我們說是粒子 是波 瞄準不同的方式 那大家一起問好了 其實就一時跟別人問好了 但是你又怎麼知道 或者怎麼界定那件事是不是光呢 或者光最基本的單位又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關不關事的 關不關量子的 關不關事的 你剛才說得好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個合縫 那大家都是一束光 但是那個光呢 就是它同時間經過了這麼多合縫 就是說如果你粒子 它是一日就走左邊 一日就走右邊 一日就走中間那個 那但是它基本上你可以說 那個光呢就好像 就是斬開了 變成一個波一樣一起穿過去 然後在某些位置又再重遇回來 那其實剛才我說了 就是電子其實在一個原子裡面 你說有95%的機會在某個位置 那個空間上面 其實都是類似的 其實那個電子已經 好像不是一顆那樣了 已經化了一個雲 你可以說 或者一個波那樣 那就是當你去測量它的時候 可能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會聚在某個位置 二次都一定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圖案 你用同一個梳水 同一個顏色的光 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不會說 突然間歪了 諸如此類的圖案 不會的 剛才如果你說光那樣是這樣的 一樣是這樣的 所以你用電子做同一個實驗都做到的 就是如果電子經過一些合縫 它一樣看到剛才很多 好像那些光點那樣 不過就是那些電子 就是撞過去可能那個位置這樣 那這個就會令人想到 就說原來電子 都有好像光那樣的波動性質 但是電子擺明是一顆顆的 就是大家說的 所以就變成了大家 已經開始對一顆顆的東西 和一坨好像是波那樣的東西 就是大家已經分不清究竟 你是波還是一顆顆的 我們就變成以後 像我們經常說的 你剛才說電子是一顆顆的 我還掛念頭 已經不是的 我現在開始不理解 開始不理解了 就是了 結果大家就要去接受一件事 世界上的萬物 你是光也好 你是電子也好 總之世界上的萬物 都是說同時可以既是光 又是粒子 既是波動 亦是粒子 就是等於 各位觀眾千萬不要拿來解釋 這個世界上我愛A又愛B 千萬不要這樣 是的 就是說你同時兩個都愛 或者你做微生物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 有件事可以同時是癡性 同時都是紅性 就是要你去接受一件這樣的事情 可能就是 是的 最後你也能接受到這些 是不是 就是說你已經 其實就是一個科學人 你會覺得有一些固有的概念 不可以只是自己的感官 從那個世界那裡去領受 就真的要在實驗中 慢慢驗證它出來 那我們有這條 講了來量子的東西 講了少許基本的知識 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我們其實去到之後的那一兩節 再講一下 一些和大家切身一些的 和量子相關的知識 那我們第二節就來到這裡先 不要走開 以下是綠豆仔廣告時間 喂喂 Beanlisto開張啦 由專子 王焦達 阿桃 麗達達榮 Status Show VA王Sir等 十幾位香港漫畫家 和傳媒人設計的綠豆紀念品 有得買啦 他們以讓彼此看見的主題 憑畫記意 還印製成 2024月曆 心意卡 和明信片 以實物連繫各地香港人 快點去Beanlisto開張啦 回到第三節的周日講哪科 量子什麼話 在第二節的時候 我們講了少少 基本上的一些 量子世界古怪的東西 一方面就是 在一個這麼微觀的量子世界 因為那樣東西本身的狀態 我們很難很絕對地搞清楚的 然後就是那樣東西本身一個 我們日常認知的本質 原來都可以有些互相衝突的本質 是同時間出現的 所以令到整個量子世界 和我們自己經驗世界的東西 是差很遠的 而實際上呢 我們也知道 它實實在在 在一個微觀的世界 裡面是有這樣的存在 所以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去擁抱這件事 運用這件事 直到今時今日發展了這麼久 我可以說 在說量子力學這些學問 已經不再純粹是一個 在象牙塔裡面 幾個大師 互相去華山論劍的武林秘笈 我覺得 如果先問一下文豪 如果我說量子力學 其實在現在這個世代 它已經走進了我們日常的生活 你會不會同意呢? 那肯定是的 因為大家在用的手機 或者是在用很多的科技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都需要很多的 譬如裡面有些晶片 或者一些電子的產品 或者一些電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用了很多量子的效應 那當中譬如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一個叫穿碎效應 就是量子裡面 就是說如果你想像就是 吞奴靈 譬如你要有座山 基本上你要跨越座山 你才可以去到對面的位置 但是量子物理 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如果座山的 闊度不是那麼闊的話 它有機會可以 用一個波形式去穿過去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穿碎效應 那這個效應呢 其實就是在很多 電子的產品裡面都用了 那就是令到它們可以 有一些通訊 可以穿過去的 就是一些電子或者一些信號 穿過去的 那其實這個就用了很多 這些方法 其實使得可能在那個 就是電子的產品 或者計算上面 其實我們都用了很多 這一類型這樣的 就是量子效應 去做我們現在的產品 那當然我很難 就是三言兩語的去說 就是它究竟背後 是什麼操作 或者有些什麼科學的 就是很嚴謹的理論 就是很難一言二斃之的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用了很多類似的東西 那也都有一些人聽過 可能說量子電腦 那這樣東西就是量子計算 或者叫做 那我們暫時來講 就不是說 還沒至於掌握得很透徹的 但是那個想法就是 我們很希望 就是用量子裡面 有些原子向上向下 透過操縱這些東西 就是去做一些計算 或者是做一些儲存的功能等等 那是會令到那個計算速度 是快很多很多很多 比現在的電腦 那所以其實我們日常生活很多 比如GPS 也都有很多 就是全球電話系統裡面的原子鐘 就是你沒有原子鐘就搞不定 因為你會很準確 就是那個時間 那這些都是用到很多的 就是量子力學的一些理論 那所以要講很多 但是大致上來說 我們科技 這些你都在用著 是吧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息息相關 就選一個最高心的 來再講多一點點 就講量子運算量子電腦那些東西 我們剛才文豪你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平時的東西 一是零一是一 這個是傳統電腦運算做的東西 裡面就是一同零二進制加來加去 甚至乎因為這樣 我們要學一下 怎麼用二進制來計算的 但是在量子世界的時候 那顆這樣的量子 可以同時向上 可以同時向下 是不是 就是說它可以同時是零 可以同時是一 兩樣東西同時 就是變成你只是一顆東西 它可以擁有的狀態 已經不只是零和一 它是可以同時有零又一 就是這樣 其實已經是令到 潛在能夠儲存的 擁有的那些這樣的資訊 可以是多了 是不是 你這裡就會看到那種的潛能在哪裡 不只是因為它的尺寸很小 它比起我們現存 今天那些基本的運算單元 以納米計這麼大的 但是可能接下來我們可以做到再小一點 而且小得來之餘 它上面所承載的資訊 也都可以更加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所謂的量子運算 如何結合到 透過接受這個量子本身的那種古怪性質 你去嘗試利用它 來幫我們去把那些東西做得更精進 那這裡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那個量子運算的潛質 由這裡甚至乎再引申提一件事 就是說 有人甚至會說 你用量子科技 是可以令到未來做的資訊保密 是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是不是有這樣的說法 是啊是啊 就是它有一些叫做量子編碼 那當中我就不知道 很熟悉裡面的那些運作 但是大致上都跟剛才你說的一些很接近 就是它有很多 就是基本上就是它可以一又是零 就是有很多東西的 就是你一連串的東西 那基本上它就用了這些東西 其實好像你的密碼那樣 那你的密碼可能是一零零一一一 那它就用一些類似的方法 就是將這些東西編碼 那只要你控制到就可以了 那就是能夠控制得到的 它就可以把那些東西 就用這些所謂的量子編碼 那你就 因為你搞它不了 你終於搞它它就會改變了它 那所以你一搞了它 就是你改變了它的密碼 那你就永遠都好像讀不到它的東西 那就變成一個保密程度上面 就會有影響 因為呢 就是量子力很有趣 就是你一量度它 你一去看它 它的系統就會改變 那它會轉到另一個東西 那所以變成 這個傳送的過程 它可以確保你沒有中途 又沒有人看過 搞過 那沒有人搞過 那就很安全 那有人搞過 那些東西就會改了 那它又讀到的東西 跟你收到的東西又不同了 那變成 所以這裏的安全性就會提高了很多 是的 這個特性我們對上一節也沒有提到的 就是以量子形式來承載著那些資訊 是會被人看虧了的 就是平時我寫些什麼在這裏 我寫完一次給你看 你看完一次 大家互相傳言 是不是 誰看過我們不說 沒有人知道 量子的東西不是的 你誰看了 看完那些東西就沒有了 看過就會有人知道 這個也是量子本身的特性 所以在這裏你會看到 在現在與未來 在那個科技通訊世界 那你會知道 很多這些量子力學的東西 就會走進了我們去生活裏面 但是當然我們當然不是限於 只是滿足在這裏的 Helen你聽了這麼久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東西 只是你們這班工程 物理學的人去說就可以了 不關生物學的事情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那也不會的 不過這裏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這樣說我就想起 我曾經聽人家說過 那些字眼很有趣的 它是說利用量子糾纏 達到這個資訊的超光速傳遞 但是真正的說話 又好像不太合理 那個說法就是 將來的一些通訊 譬如可以用一對的基本粒子 一個紙向上一個紙向下 然後它們被拉到很遠 很遠 在鏡頭上就看不見 那一邊就是向上 然後你一扭 下面那個就會向上 用這個方式 來做一個積詞的傳遞 只要你做到一對出來 A流在那裡 B你帶到有多遠 去到幾遠都好 都可以用這個量子糾纏的方式 來做通訊 那些人就說 這樣就可以做到超光速傳遞 那就是其實不合理的 我想說 它在實驗上是做到的 實驗上是看到的 但是你真的要操控這件事 暫時就不至於說 你想怎樣都可以 那你說是不是超光速呢 那事實上它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你說那個速度上 因為你說原本是一個 左手向上 右手向下 那你突然間 右手轉向上 因為它那個量子就是 它這個東西 它會黏住了旁邊的訊號 那就是說你一改它 就會改到旁邊 那它那個過程 是可以超光速的 但是這件事呢 要留意 超光速這件事 就不代表它可以違反 那個因果律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經常搞錯了這兩件事 這樣 那因果律來講 你仍然是要遵守的 就是有些人覺得 我可不可以快過光速 去傳遞某些東西給它 然後我就可以告訴它 就是知道將來發生的事情 其實不會發生這件事 但是純粹就是說 就是在一個資訊傳遞上面 它是可以用這樣的形式 即時 但是暫時我們掌握方面 我們未至於掌握得很好 但是 就是這件事 就是有機會可能 將來要再去談及 是的 其實這裡 這裡開啟了另外一個很大的課題 就是那個量子糾纏的問題來的 但是其實有些事情 我們沒有很清楚交代 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的量子單元 都能夠做到一樣這樣的事情 那些你要能夠令到量子 這些這樣的微觀世界的基本單元 能夠展現到一種糾纏的現象 你是要有其他的手續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要做到量子糾纏這個手續 利用到量子糾纏的這個現象 去幫你做一些事情 本身它就要在這個量子世界 遵從量子法則來去做 那這個我會覺得 今天絕對沒有時間去慢慢碰下去 但是我呢 你說開這件事 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在那個老神經科學 生物學界那裡 有人是會想的 會不會其實我們老部的思考 創意的來源 甚至乎有人認為 突然之間可以有些靈感 那些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就是一種 由量子世界給出來的現象呢 它不一定是說到你剛才用到 就是量子糾纏那些這樣的事情 它純粹就是說 我們腦裡面的思考 突然之間有 靈機一觸 閃一閃 一個這麼隨機的現象 會不會就是因為我們腦裡面 由一些某某位置裡面的基本粒子 出現一個很隨機的反應 就突然間令我叮一聲 想到一些事情呢 那其實呢 一路都有人去嘗試探究一下 在那個老神經科學和微生物學的層面 究竟呢 就是量子的事情 關不關事 那在這裡呢 又要問一下Helen 如果你說呢 在一些 不要說生物 植物最基本的光合作用的反應 要你說過程出來 那最簡單是怎樣 就是什麼為光合作用 那有什麼入有什麼出 我問一些學生呢 通常他們都會反問一個問題的 就是解給什麼人聽 就是解給小朋友和大人和公眾人士呢 其實是不同說法的 那當然喜歡科學的朋友 當然是講科學的範疇多些 對啦 光合作用 植物有葉綠素 它們就可以由陽光那裡 一個光 然後作一個合成作用 合成什麼呢 合成這個二氧化碳 和一個水分 砌了一塊糖出來 那但是其實呢 這裏為什麼會提起這件事呢 其實是大家一路都會覺得 我們剛才一路說 譬如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都很科幻 在科學和科幻之間反覆橫 大家聽到現在都應該會有這樣的想法 很多都是一些的很公平的想法 啊是的 如果做到這件事就好了 或者這個理論是提供到給我們一個的 其中一個進路 我真的可以試一下這樣做的 但是其實我們回到一些很經典的生物學 其實大家要想一件事就是 整個地球是一個整體的話 我們唯一北斗能源的唯一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自己的那個太陽 是它的而已 沒有的了 當然你之後發生任何的天體運動 其他東西不知道 現在就只是太陽 太陽給我們的 其實是很闊的 我們說電磁波的東西很闊的 可能有很勁的X光 或者去到可見光 然後去到紫外線可見光 就是你聽人家說的那些什麼軟紅外線那些 其實都是熱能來的 那一路就射下來 於是呢 其實我們講的光合作用呢 是一些植物在太陽那裡拿到什麼 如果我們說是光 那光剛才提過了 又是粒子又是波動 那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再拆開闊一點點的話 其實大家呢 講得深入一點點 其實是講的光 我們比如以粒子形態 帶了能量 然後下去 帶樹葉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蛋白質 它就是一粒過一粒這樣 A比B B比C 從中的過程裏面呢 那個粒子的能量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了 除非你加些東西下去才會高 否則它是會越來越低 中間這一格格呢 就製造出我們經常都講的能量出來 生物的能量 然後用來做其他用途等等等等 其實這個情況呢 就有點像是 將光的能量等於了一些能夠在不同的能源位階 那裡跳來跳去的一些粒子 那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是的 但是在生物學裡面不僅僅是一個我們叫Photosynthesis 其實我們的呼吸作用的Respiration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關於這些事情 我們的身體裡 有吸收到能量 可能會變成食物消化出來的能量 逐步逐步去做不同的事情 我們的大分子會越來越穩定 穩定的代價是什麽 你就會有很多能量走出去 譬如我們呼吸的熱能 你可能有起碼10%的你的能量 就是呼吸出去的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我一座大草原上面 可能你可以有一百隻羊 但是你可能只可以養活一隻獅子 其實就是能量散了 整個生物的體系就是能量傳來傳去 你傳給我 我傳給你 這裏要先打斷你 這裏要先打斷你 先不要再說太遠 其實如果你看回最小的圖片 你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你一個光進來之後 裡面的蛋白質 將那個光的能量一路吸收一點 一路去 然後最後神推鬼魂 就會出了那些這樣的糖和氧氣出來 其實就是我想在座各位 如果你問任何的老師 甚至問任何的專家 中間有什麼中介步驟 究竟中間的過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其實原來我們從來沒有人去真心正應了解過 那原來直至到現在 我們真是到今時今日 才有最新的科技去了解到這些這樣的光合作用 那種在那個叫10的-15次方 這麼短的一秒時間 我們叫一個叫非秒 一個非秒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完全發生的過程 我們要今時今日才了解到 而同樣就是最基本的根底 其實就是這裏所有東西都要遵從那個量子力學的法則在這裏 所以就是說在這裏我嘗試這樣去round up 在無論你說生物的世界最基本的生物化學反應 到我們現在未來正在用的最新科技 如果我們不能夠由最基本的那個量子的單元去了解它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利用它或者我們另外也沒有辦法充分去了解它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這個我們甚至會說 我們未來可能是走入一個量子的世紀 我們的通訊可能會有一個叫量子的革命 甚至乎在我們了解化學和生物化學裏面 我們會重新將一些東西有辦法 現在有能力能夠將一些東西 由一個分子層面慢慢把它砌出來 重新了解所有的化學和生物化學 所以我就覺得整個科學發展 還只是講在這個量子的部分 都還有非常之多的東西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時間所限 今天就是初試提升少許的嘗試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科學的專題 我們都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反應 多謝大家去收聽這一集周日講編科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去訂閱綠豆的頻道 而且在Podcast Channel也可以聽到 Spotify也可以聽到 希望大家多多鼓勵 不只是鼓勵我們 也是整個綠豆頻道團隊的製作 希望我們接下來 就會再有更加多的新的節目去面世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